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做蛋黃肉鬆餅 今天這個內餡你可以做成這種素的 也就是淡奶素 那或是一般昏的就是普通的肉鬆就可以 麵團的部分 參考我之前分享過的影片一些操作流程 詳細的配方在下方資訊欄 你可以看一下比例用量 那我們今天做的這個肉鬆的版本 是稍微小顆一點點 所以我是水油皮跟油酥 大概都是24公克左右 就是1比1的比例 我們先把它包在一起 然後等一下也是一樣會再簡單的說明一下 擀卷的一些重點 那詳細的流程做法要注意的細節 可以參考之前分享過的影片 我們一樣把包好油酥的這個麵團 然後按扁對折 然後把它擀長 大約就是快25公分左右的一個長度 盡量拉出四個角 就是偏長方形 你這樣捲起來的胖瘦會比較均勻 那如果你的檯面是比較不會沾黏麵團的 你不加手粉也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用木頭檯面可能就是要沾一點點手粉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我擀卷的一些重點一定是中間往上輕輕推 不要來回在麵團上面擀來擀去 這樣很容易會破酥 而且會起筋 所以會導致你會覺得怎麼擀了都會回縮 那當然鬆弛的時間也很重要 那我們輕輕捲起來之後 全部都已經整形好 我們先讓它鬆弛15分鐘 記得隨時都是保持密封的一個狀態 比較不會風乾 15分鐘之後 我們先在中心點做個記號 然後我們來把它對分 那我會用拇指的方式在記號的地方 用力往下把它捏斷 因為這種方式你順便可以收口 如果你是用刀子切的話 它的收口還是開著的 所以當你鬆弛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它會兩邊的這個油素會有點露出來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我這種收口方式 那我們全部都分好這個麵團之後 一樣密封的狀態 如果你感覺摸起來手感有點冰 因為有些人操作速度比較慢 那你可以表面噴一點點水 然後或是有一點點濕氣的這種布 蓋在表面 然後我們讓它鬆弛至少1到2個小時 新手的話可以久一點 那我們在鬆弛的時間可以來準備內餡 那我會習慣先把它浸泡這個米酒 大概半個小時 你可以把它在裡面滾一下 我今天的內餡我是會示範半份 就是我配方裡的一半的量 因為我要一半做素的 一半做不是素的 所以我示範的量在影片裡 看起來是比較少的 我們浸泡好的這個蛋黃 就放到烤箱 已經預熱好 大概是150到160之間 烘烤個15分鐘之後 就你現在看到這樣子 我們趁熱把它壓成這種碎顆粒的狀態 不需要特別把它壓到非常粉末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會用手抓捏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烏鹽的黃油 還有肉鬆以及糖粉 都加下去 然後把它抓拌均勻 這個糖粉的部分 就是依照你個人的口味去調整 因為有些人是覺得肉鬆偏鹹 那你可以加一點點的糖 進去讓它的口感比較平衡 又或是說 你可以把蛋黃跟肉鬆的比例調整一下 因為蛋黃肉鬆 你只要兩個的總重量 加起來跟我配方的是一樣重的 這樣就可以 其他黃油的部分是比例不變 那糖粉的話就是你可以適當加一點 不建議完全不加 因為它可以平衡一點點鹹味 所以如果你用普通的白砂糖 盡量還是像做烘焙的那種比較細的白糖 這樣子它比較容易溶解 在你的內餡裡面 我們把它抓拌到你用力一捏 它是可以成團不會散掉 這樣就可以 一般像這種素食的香鬆 你在那種大賣場應該都買得到 我們現在把它分成大概是23到25克之間 那分好之後你把它搓成比較緊的一個圓球狀 然後可以稍微冰一下 讓它的黃油凝固 我們不需要它非常硬的一個狀態 但是至少就是它是一個比較凝固的狀態 這樣子你等一下在包餡的時候 比較不會散掉 我們現在這個麵糰已經鬆弛了一到兩個小時之間的時間 那一樣我們先把它稍微按扁 變成一個長方形之後再對折 記得比較光面的部分是朝下面 一定是朝外面的 然後我們把它捏成一個接近圓形的圓餅狀 然後我們把這個餡料放在中心點 一樣用虎口慢慢地往下推 你另外一隻手的食指可以頂著 然後大概收口到現在這個程度的時候 輕輕地把它捏合就好 你只要麵糰沒有乾掉的話 原則上應該像我這種手法 它一定可以黏合在一起不會散開 然後收口朝下輕輕地往下按扁一點點 就像綠豆碰的方式一樣 我們再看一次 餡料放在中心點 倒過來用虎口慢慢地往下推這個麵糰 推到收口剩一點點的時候 然後再把它捏合好 一定要確認它沒有散開來 一定要確認它沒有散開來 然後收口朝底部輕按 然後收口朝底部輕按 這一款你可以選擇刷蛋液或不刷蛋液 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你想要像蛋黃酥的那種效果 你就要像我之前分享過的影片 我有說明可以刷三次 然後中間等待的時間 要讓它表面稍微有點乾 再刷第二次比較掛得住 那烤箱預熱好180度 我們放在中間 然後大概烤30到35分鐘 這一款如果你有烤透的話 它應該是搖起來非常酥 而且是真的會掉渣 然後你可以看到側面 它的麵團的部分完全沒有濕濕的 是分層很明顯的 所以當你切開來的時候 裡面的麵團跟最外面 組織不太一樣 那就表示你的烤箱 可能受熱均勻度的問題 還沒有完全烤穿透 所以你可能要再放回去再烤一下 所以一般我都會建議 你可以先拿一顆出來 切開來看看 今天教程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